如果你喜欢小动物 你会花多少钱去买它呢 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 五个世界上最贵的动物 最后一只竟然价值四个亿 我我的妈呀 第五名 西马尼乌鸡 号称鸡中的兰博基尼 你没看错 此鸡就是生活在印尼的超级大乌鸡 一度拍卖出2500美元的天价 你可能会想 麦子老贵 它肯定是有什么抑郁长筋之处吧 没有 据说吃起来跟乌鸡一模一样 贵的原因纯粹是因为它黑 提到乌鸡 炖汤佳品 但是这只叫做兰博基尼的乌鸡 作用不是来做菜的 它极其稀有的 从内到外 从头顶叫脚丫的全是黑的 包括眼睛 慧 舌头 内脏 只有它的血是红的 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了 这种散发的金属光泽剂 在几百年前基因突变 产生了一种纤维色素增长的一个特质 促进了黑色素细胞的一个增值 自此 印尼乌鸡走上人生巅峰 成为金融贵族 可如果与其第四名相比 可就连对方那根羽毛都比不上 它就是聚水鸡 作为灭绝50年后 又被发现的走地劲 地位非同一般 红色巨灰的根部粗壮 翅膀退化 端尾 头颈部之后的羽毛 却成为一个蓝紫色 上个世纪航海时代到来 移民者来到奥阿利亚这个孤岛 顿时 命如草剂的走地劲 遭到了人类的一个捕捉 不断的减少 物以稀为贵 价格飙升到100万一只 成为了人们吃不起的价 到1898年 聚水鸡被正式宣布灭绝 在1948年的时候 情况迎来了转机 聚水鸡重现人间 也成为了一种 人们吃了会老底坐穿的鸡 第三名血狮 又名白化石 上个世纪在南非首次被发现 和常见的这个棕石子不同 它全身皮毛被白色覆盖 也造就它的珍惜 全球仅存100只左右 因此呢 连一只幼崽都大约要15万美元 更不用提成年的血狮了 但有人认为说 血狮白是反祖现象 因为狮子的眼鼻嘴 都是正常体色 所以它不是白化 无论是否白化 还是反祖 丝毫不影响这种 威风凛凛的狮子 被人们喜爱 如果说血狮有白化病的 人家有在伤去 那第二名就板上钉钉了 第二名谁 白色鳄鱼 墨绿色的鳄鱼司空见惯 白色的鳄鱼 万里挑一 这条鳄鱼 名叫皮 身长约2.3米 重约48千克 已经10岁了 在奥兰多 鳄鱼岛的主题公园 活了七年 他三岁的时候来到这 因为说缺少黑色素神殿 患上白化病 长成现在这个德行 数据显示 每一百万只鳄鱼中 就有三个德这个网人 变异物中的书一识 他们的皮是 制作手袋的上手材料 所以说成为了 捕猎者争相猎取的一个对象 东元的主管表示 每一只百花鳄鱼 都价值9700万美元 而在巴西的一家东元 就有七条白鳄鱼神秘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据警方描述 偷走的几率更大 人家最早驯服的真兽 体型有名 十三陨慎 一只纯种的阿拉伯马 最高卖到20万美元 连生活的地方 都是单价加几十公里操场 而一只叫做绿猴的阿拉伯马 在2006年拍卖会上 以4亿元的价格被拍卖 可惜绿猴的职业生涯 成绩非常差 只是比赛过三场 且最好拿过最好的一个成绩 第三名 在创造了1万美元的奖金后 光荣推移 估计马场的老板 该哭音在厕所了 一定后悔 自己当时怎么 学你这么小扁猴的 看完了以上的动物 不知道你了解 还有你驾驶联程的动物呢 可以留言啊 我是大魔王 一个带你越变云古洪荒 一览史前岁月的同行者 嘿嘿嘿